法例,我覺得他做的還蠻好的 不過他裡面的程式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自己再追追看 裡面他寫的其實跨了工作表 兩個工作表 這個是客人給的清單 這個是要排在哪一桌 然後按下去之後 十個人為一桌 十個人為一桌 要有小孩的話 就是多兩個人 那最後當然就是加框線 那這裡面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他的程式在這裡 你可以按右鍵 指定聚集有沒有 再按個編輯 他就可以叫出 這一個VBA 他裡面 這個按鈕裡面的VBA 他會停在這裡 這一塊 那你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自己再追追看 裡面他因為跨了工作表 所以會有一個工作表叫List 一個工作表叫Table 那因為兩個工作表 你就不能夠不告訴VBA 因為說你的資料是從哪一個工作表 所以你會發現 他這邊前面都會多一個敘詞的敘述 這個敘詞的敘述 指的就是 哪一個工作表的哪一個range 因為工作表很多個 他裡面一定有不同的儲存格 所以你要指定告訴他 也就是說他回圈 第一個回圈是從那個Table 這個回圈裡面 去抓到什麼 這個應該有印象 To write the column 也就是說去抓什麼 這個的最右邊 到底有他可能幾桌 幾個桌次 然後呢 要怎麼安排 所以這個地方 後面這個地方 就是再去抓什麼 抓他有多少人 那這個地方 剛剛也講過 Role 有沒有 拿哪一個工作表 SHITS SHITS 所以你這個地方 要把它切過來 切到SHITS 他是去抓什麼呢 抓這個 這個工作表裡面的哪一個呢 B2 所以從B2 往下 指的就是有多少人的意思 所以有多少桌 放多少人 然後底下就是邏輯判斷 IF AND IF 然後裡面又IF AND IF 不過我覺得他 有個缺點 我講過 就是 說牌有做到了 但是 沒有加註解 對不對 如果沒有加註解的話 真的很難看 除非他自己看得懂 不然的話別人看不太懂 所以他其實可以在這邊 這個是做什麼的 這個做什麼 所以有時候 你們如果寄給我程式 有時候當然 我是看一下 可是我會花比較多腦筋 那個時候可能 如果給別人的話 可能會花更多時間 然後去判斷 該放哪裡 所以這邊的話 這個地方他會多一個 加顏色 應該這個地方 如果有帶小孩的話 那就加一個顏色 然後就往下跑 跑完之後的話 就會看到最後的結果了 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去燒 這個有個清除 清除就把裡面的東西清掉 然後加上去 自動排 這個地方 而且他有加一個底色 我想這個應用 跟前面我們講過的 有些雷同的地方 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再去追一下程式 再來的話 就是說 加框線 加石線 加紅色 加紅色再加出現 再一個清除 裡面的話 基本上也是按右鍵 這個是我寫的 你們可能範例檔裡面沒有 你可以從雲端上面 去找到這四段程式 我是把它放在一樣 各位應該找得到吧 應該是在我的這邊 就是其他補充範例裡面 這邊有四段程式 那我剛剛又補充了就是說 比如說你要加石線的話 是哪一個參數 是這個參數 那如果你要虛線 要什麼線 什麼線 這邊都有 那只要一行敘述 第一個就是說 你要先告訴他你的範圍 你的範圍 那當然將來 如果說你的列 哪一列不知道的話 這個也可以顯成動態 動態去抓 改一下就好了 那裡面當然有個 Light Style 它這個 那這個 這個叫做一個 一個常數 這個常數的話 如果你不知道 要放什麼的話 有個簡單的方法 游標放在Light Style上面 按F1 我講過了 這邊都可以查得到 它會跳出Light Style的屬性 這邊有一個連結 點擊它 有沒有 如果你是放這個 它就是連續線 如果你要虛線的話 你就把這個複製 貼到這邊來 它就變虛線 如果你要什麼什麼什麼 這邊有什麼 雙線 就把這個 複製貼過來 就會有了 所以 不用死